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凭借几十年的经验 桥面和水的比例是否达到一比三 赵立明一试便知 关键的酱都缺在河面里面 加水不能也吃到得多 也许是少一点少一点的 我是厉害 调好的面糊入锅蒸煮 二十分钟的时间 高温释放了桥面的弹性 赵立明知道 粗糙并带有褶皱的面皮最为筋道 山西 中国面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一团面粉 一双巧手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是擅长发挥想象 在制作过程中倾注不同的心意 相比于其他花样百出的面食 柔韧的口感和朴素的味道 是人们钟爱徐沟灌肠的主要原因 酸香的陈醋 浓郁的卤汁 无需复杂的烹饪技巧 食材之间的简单汇聚 便能赋予徐沟灌肠多元的味觉层次 在清旭 无论是日常生活的平凡一餐 还是人生中的重大仪式 总会有徐沟灌肠出现在餐桌上 这种朴素的味道 陪伴着一代代清徐人 历经人生中的大事小情 除了不可或缺的老陈醋 每个人调制卤汁的手法都各有不同 桂皮 小茴香等十几种不同调料的搭配 是赵立明制作卤汁的独特秘诀 这份手艺传下去之后 儿子把灌糖店开到了太远 于是赵看小孙子成为了赵立明如今最主要的任务 两个孙子之后待着了 他父母亲家都朝十几万少回来开一开 对于赵永健来说 徐沟灌肠几乎伴随了他生命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他和妻子因为徐沟灌肠而结下姻缘 几年前 夫妻二人离开清徐 把徐沟灌肠的小店开到了太远 凭借勤劳和踏实 店里的生意一直不错 徐沟灌肠也常常供不应求 今天 夫妻二人决定停业一天 赶回老家送孩子参加新生报到 开启学习生涯是赵晨欣人生中的重要时刻 而父母不期而至的陪伴 就像每天都能吃到的徐沟灌肠 平凡又亲切 无论身在何方 徐沟灌肠是连结一代代清徐人的情感纽带 平易近人的味道 质朴甚至有些粗糙的外表下 饱含着一些柔韧与坚强 这似乎也成为了以此为生的人们身上的品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